ok 第五章哦 ok 第五章我们要学的东西是把第四章的东西 进一步的解释哦 general differentiation general 这个字指的是一般 general differentiation 指的是微分 所以这个地方哦 我们要学的东西合起来啊 叫做微分法 微分的方法 微分法 the differential coefficient of x xn 次方 指的是 xn 次方的微分 tangent 是切线 normal 是法线 至于什么是 什么是法线 我们等到交道的时候再跟大家解释哦 这边就不解释 就纯翻译就好 ok 法线 没事啊 你这节课一定会假假拿笔钞 这样吗 然后下节课开始打回原型啊 就是 就是开始可以耍废啊 开始偷偷把镜头关掉啊 各种各样 都是这样啊 只有在老师跟你讲 我只有在老师讲你的时候 你那一节课会稍微认真一点 啊过后就没有了 对啊 你是学生哎 我是老师哎 你以为我不懂是什么样子的呢 会改走就改了 不用等到现在 不用给自己一个假的理由 来进行改变你 不用啦 对啊 反正你你你另外一节课就开始没有炒笔记了 就开始耍废啊 就是这么要炒笔记 怎么这么要写作业 不要写啊 你初中可以毕业都已经习击了 还给我讲独立科 ok 呃 我们要对呃 所有共同的形形式啊 去作为分呢 就是讲 我们要开始学微分的公式 ok 我们要开始学微分的公式 以这个为例 k differentiation of a constant ok constant 指的是常数 也就是讲这里是一个数字 如果今天要给例子的话 就是y等于4啊 一个数字 然后y等于 嗯-1 2分之1啊像这样 ok y 是一个常数 c 可以当y等于一个常数的时候 我们去进行微分 ok 我们去进行微分 然后我想要知道微分过后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这边我们同样去做first principle 所以第一个我们的方程式叫做y等于c 然后第二个跟他相关的方程式叫做y加 敲叉 y等于c 然后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他没有那个哦 他没有 呃 叫什么 没有 x加敲叉 x k没有这个东西 ok 为什么没有哎 因为 他没有x哦 他的整个方程式是没有x的 所以 y等于c 这第一次 y加敲叉 y等于c 这第二次 一样二减一 我们去找调查 y 所以当二减一的时候 你会发现 y加敲叉 y 减去 y 的时候 右手边 右手边 c减 c 所以c减 c就会变成零哦 左手边 y减 y 会变成没有哦 也是零 所以会变成调查 y等于零 这时候我一样对他去除调查 x 因为我要找调查 y 除调查 x 所以调查 y 除调查 x 在这边就会变成是也是零哦 可以也是零 所以当我在找 dy by dx 的时候 我就会有limit 调查 x 趋近于零 调查 y 在这边就会变成是也是零哦 写出调查 x 的结果哦 他会变成 limit 调查 x 趋近于零 零哦 ok 我们对零去做趋近啊 他答案就是零哦 ok 也就是讲这些线哦 ok 这些你看到的 y 等于4啊 y 等于负二分之一啊 或者任何一个 ok 任何一个 y 等于一个数字的线 ok 任何一个数字啊 你高兴写负100也可以啊 ok 这些线啊 他们的gradient都是零 ok 他们的gradient都是零 也很好理解啊 因为这些线都是水平线嘛 ok 这些线啊 y 等于4就是这样子哦 在4这边一条水平线 ok y 等于负二分之一 就是在负二分之一这边 水平线 ok y 等于负100 就是在底下这边 y 等于负100 ok 水平线 所有水平线都跟 x 手平行 所以当他都跟 x 手平行的时候 写率就是零 ok 写一个结论 ok y 等于 c 的情况底下 我的 dy by dx 等于 0 ok 或者我们可以写成 d by dx c 等于零 可以两种写法 这个你看到的哦 d by dx 指的就是我要对 c 为 呃 c 对 x 的微分哦 ok 不过这个真的好好理解啦 因为他他是没有 x 的吗 没有 x 的东西 他的微分就变零啊 他都没有 x 了 微分掉就不见掉啊 你对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慢慢切小哥 切来切来卸去都一样了呢 他都没有 x 我先把这个打击了 我先把这个打击了 所以我们下期的打击了 谢谢大家 好吗 我们下期的打击了 我先把这个打击了 我先把这个打击了 回来 那边来 我先把这个打击了 感谢观看 等下这比较简单我们跳过去啊来我们看第二个 给第二个是如果今天我的y等于 呃x的n次方啊可以x的n次方 n可以是任何数字啊可以n是呃在指的是整数哦 -2-1-0-1-2-3这样 这个z指的是injijo初中的整数 这个符号是集合论里面的z 然后这个是属于啊初中的啊 集合论的 现在我们看一下y如果等于x的话 我们要去找d by dx哦 我们做同样的步骤啊去做first principle 所以首先我们会有y等于x 然后y加敲叉y等于x加敲叉x 第一次第二次 我一样拿2-1哦 第二次减第一次之后 嗯你写一下我等你 嗯你写一下我等你 嗯快点 我等你写一下吧 嗯快点 按楼就喝了 嗯快点 这个人 一日子 所以当Y等于X的情况底下 我微分出来结果 如果你做的是正确的话 会做到 Dx等于1 如果你做的是正确的话 2-1我们会有 Y加超差Y-Y 右手边X加超差X-X 人不知道我先开到麦了 用紧来 所以Y加超差Y-Y X加超差X-X 我加下去我就会有Dy by Dx 它会等于Limit 挑差X取近于0 挑差Y除挑差X 所以Limit 挑差X取近于0 挑差Y除挑差X 所以微分出来是1 所以代表Y等于X 可以代表Y等于X 可以代表Y等于X的时候 我的微分结果是1 好 这时候我们把另外一些次方的东西都写出来 像我们上一张其实有做过 可以当Y等于X平方的时候 我的微分结果是什么 可以Y等于X平方 我们的第一题啊 可以我们的第一题 找个人问 嗯 靠着 Y等于X平方的时候 微分出来是什么了啊 上一张的笔记 老师等一下 老师等一下 我已经在等了 是LX吗 同一张我们有做Y等于X三四方 微分出来是什么 一样啊 问你耶 浩德 嗯 X平方 嗯 分之 分一 X平方分之 分一 是的 对 X平方分之 很 即直接 Р 3x平方 3x平方 哎3x平方 我们不是昨天才教吗 如果你可以找这样久的 我又等不到你的答案 还可以念错第一次哎 什么状况你有超比记吗 有 有吧 有 你有超比记可以找这样久 才三页不好哎 你有超比记哦 有啊老师你要看吗 有啊我早来要看啊 不然我这么要问 等一下我看一下镜头 你等一下你开一下镜头 为什么你要等一下开镜头 你现在不是可以开中吗 我现在开我现在开 我要调一下 我在上课哎 然后你可以没有开镜头了 开玩笑 你不觉得哪有乖乖吗 你是等到我讲了才讲 等一下我开一下镜头了 嘞 什么状况 是你决定要开镜头的啊 没有 我是 我的意思是讲 把镜头反过来 是哦 叫你直前镜头是没有反过来的啊 不是 我是讲 我反过来 你就可以看到我超过比记 对啊 叫你直前镜头是不是没有开了 可以没有开了哦 我刚刚找不到 问朋友一下 你有跟我讲吗 没有嘞 y 等于 x 平方的时候微分出来 结果是2x y 等于 x 三次方的时候 微分结果是3x 平方 哎呃找个人来问呀 如果今天我讲 y 等于 x 六次方的话 微分出来结果应该长什么样 在你没有做的情况底下 用想的 国字 6x 五次方 6x 五次方啊 哎呃国字讲是6x 五次方 我们我们不懂对不对的啊 给我们先放出哦 因为没有做过吗 这没有做过吧 没有做过哦 我们做的是这两个吧 我们做 x 平方 跟做 x 三次方啊 呀好 这时候我再去做我们之前 可以昨天也有做过另外一个 如果今天我们 呃 给的例子是 y 等于 x 分之一 好 当 y 等于 x 分之一的时候 我们 x 分之一 也就是 x 的 负1 次方 ok x 分之一 也就是 x 的负1 次方 然后 dy by dx 的结果是什么 昨天我们是不是有做 这出来结果是什么 负 x 平方 分之一 负 x 平方 分之一 是我们 y 等于 x 分之一 出来的结果 ok 一样放住啊 好 然后现在我们去做另外一个 如果今天 y 等于 x 平方 分之一的时候 哎 y 如果等于 x 平方 分之一 这样啊也就是 x 的负2 次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从这里咯 可以从这节啊 来慢慢推断这个东西 到底是对还是错 可以从这个地方慢慢推断啊 好 我们一样去做 y 等于 x 平方 分之一的 first principl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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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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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讲结论之前问一下大家这个 x 平方分之一啊 可以这个 x 平方分之一的 first principle 有哪一个地方是你看不懂啊 要重讲的啊 有跳步骤的啊 或者是你不懂怎样做的啊 你自己做的时候做不出来的 哪一个步骤要重新解释了 再给我讲 赚认ину 然后或者是说 那这样我就会弄啊 这次 我会用这次 去 Hayır 这个说法 会用这次 也会用这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有吗哪个步骤有状况了吗 没有话我就要讲结论了 没有哦好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讲结论之前要准备的东西 ok 我们用我们目前有有的有的条件哦 来跟大家讲下这个部分的结论啊 快收钱我们做第一个是 y 等于 x 我们找到的微分结果叫做1 第二个我们我们给大家的那个是第四章做过啊 y 等于 x 平方的时候 dy by dx 叫做2x y 等于 x 三次方的时候 dy by dx 结果叫做3x 平方 ok 接下去我们拿负的例子啊 如果今天 y 等于 x 分之一 代表今天我的 x 的次方是-1次方 我得到的微分结果 叫做-的 x 平方分之一 我来同学-的 x 平方分之一 写成指数式的话是- x 的-2次方 - x 的-2次方 k 负 x 的-2次方 我来接下去 当 y 等于 x 平方分之一 也就是 x 的-2次方的时候 我们微分出来的结果叫做-的 x 三次方分之二 写成指数式的话 他会是-2 的 -2x 的-3次方 哇从这边哦 这一整串降下来啊 我们 微分的结果哦 其实有一个小结论就是 微分啊 其实跟 我的 微分对象的次方有关 也就是讲哦 为什么 为什么问 国质 x 的 6 次方微分会变成 6 x 5 次方哎 因为在微分的世界里面哦 其实我只是把这个次方 原本是6对不对 搬到前面变成系数 把6搬到前面变系数 然后次方减1 所以次方搬到前面 次方减1的这个步骤 可以解释 目前为止我们学过的微分 从1次方开始跟大家解释啊 如果今天 x 等于1次方的话 这样我再对他做微分的时候 把1搬到前面去 所以就变成1x哦 哎然后次方要减1吗 所以次方的1次方就要减1变成0次方哦 我会同学0次方就是1 所以微分之后得到1哦 x不见了 ok 二次方的时候 ok 二次方的时候 一样是次方减1 一样是次方搬下来次方减1 所以二搬到前面去 他会变成2x 然后次方减1 所以2减1变成1 所以微分出来结果是2x哦 接下去3次方 一样把3搬到前面去 所以变成3x 然后次方原本是3次方 减1之后变平方 所以答案是3x平方 这里是正的部分哦 所以很好解释啊 6搬前面边6x5次方哦 再来我们看一下负的部分 可以看负的部分 有没有等于这个逻辑啊 就是次方搬到前面边系数 次方减1的这个逻辑啊 首先是x的-1次方 x的-1次方 我对他作为分的时候 把-1搬到前面去 他会变成-x 然后这时候次方减1 同学次方是-1吗 所以-1减1会变成-2 -1减1会变成-2 所以这个次方会变成-2 所以答案是-x的-2次方哦 诶-x平方分子1 所以这个这个逻辑 对正跟负都对哦 所以如果是-2次方也一样哦 把-2次方搬到前面去 变成-2x 然后次方减1 所以-2减1会变-3 所以答案就会变成是 -2x的-3次方 可以就会变这样 好 所以我们这边已经有五个例子了啦 所以以此类推哦 如果今天有突然间出一个 y等于x的100次方 其实你已经可以对他作为分了耶 不需要去做 first principle 的情况底下 可以不需要做了耶 你就可以直接作为分了 你就可以把100搬到前面去 OK 这样我的y就会变成100x 然后99次方哦 完了 这就是他的微分 OK 所以进到第五章哦 我们要学的东西其实很直接 就是我们要懂哦 呃 微分的公式 我们不不再需要去做first principle哦 OK 不再需要去做first principle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啊 你第四章的全部习题都要写first principle 给我 第四章的每一题都还是要做first principle 不能做公式因为没有没有教你吗 那时候还没有讲 那时候是做first principle吗 所以第四章的全部习题都还是要做first principle啊 虽然你现在已经知道公式是什么了啊 OK 所以到这边我们写一下这个部分的结论哦 OK 所以这个y等于呃 x 的 n 次方啊 可以这个部分的conclusion OK 他叫做y如果等于x 的 n 次方的话 他的微分结果 会等于n 搬到前面去变成系数 OK n x n 减 1 次方 OK 次方减 1 这个是我们的第2个case的结论 可以到这边 好解决就是今天的部分啊 我们交了两个case 让大家知道一下 微分的battern啊 至少 至少你现在有一个方向啊 以后我们做微分的时候 是没有在写first principle啊 只有第四章做这件事不好啊 第五章没有了 第五章就看到题目就讲答案了 OK 这也就是为什么上一章 我看到题目就懂答案了 因为 知道微分公式吗 啊 所以这很好理解的啊 可以真的很好理解嘞 如果你不懂你上网查也是可以的 什么东西都可以上网查了 现在什么东西不可以上网查哦 大概是呃 只有只有呃 罗老师的心情不太能上网查 其他都可以耶 differentation 哎还有考古里的哇靠超简单 你看 你随便点一个然后看一下可以用了 哦可以耶 如果今天我要去微分 呃 呃 x 140 这样这样他可以帮你算 100 100 x 99啊对哦 答案呢 我还要等 哎1299呢这边 超爽 他就这样让大家知道这样 他有还有sap 到底拿哪来sap 就100搬下来而已耶 真的有sap 没有啊没有sap 就搬下来而已啊 一步而已一步就出答案了 啊然后这边还有还有跟你解释 为什么微分会变成nxn-e 不过我觉得你不用看了太难了 对啊 就懂懂公司就好了 他就这样他可以帮你算 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上网查了 很简单不 道别我们上面就好啊 谢谢大家拜拜 哎等下见哦 下来第三节课